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2月29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Cherry 中共当局近期大洒马式的防疫解封措施 造成全国各地疫情泛滥 病患之多 导致医疗机构应接不暇 苦不堪言 全球多个国家因为担心疫情在中国爆炸性飙升 有可能造成病毒新突变和新的变异毒株 而中共当局可能又不会及时向国际社会如实通报 因此 先后决定对来自中国的旅客寄出核酸检测成阴性的强制要求 综合报道 目前专家对于造成中国疫情主要的变异株BF7 是否将会影响世界忧心忡忡 美联邦疾病防治中心数据显示 从新冠变异株BA5演化而来的BF7 以能躲过免疫系统 而且被认为是目前造成中国疫情升温的主因 目前美国的BF7病例仅占确诊总数的3.9% 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美洲的新冠病毒问答节目 邀请专家解释 说明中国疫情升温之际解封国门 是否会让新变异株扩散全球 波士顿医学中心传染病医生哈莫坦言 老实说 担心中国疫情爆发会让新变异株产生 且新毒株可能躲过线性疗法或免疫系统 至于是否会流窜全球 到时候就知道了 波士顿布莱根妇女医院传染病科主任克里兹基斯 则表示 数百万个病例中肯定会出现全新的变异株 这很可能在中国发生 日内瓦大学全球卫生研究所所长法拉欧告诉法新社 每一次新的感染都会增加病毒变异的机会 他表示 14亿人突然暴露在病毒的情况 显然创造了容易出现新变异株的条件 曾任世界卫生组织首席科学家的斯瓦米纳坦则表示 我们需要密切关注任何新出现的相关变异株 目前多国已经宣布将强制所有来自中国的入境旅客 进行核酸检测PCR 这也是法拉欧认为渴望解决北京当局 疫情资讯延迟的方法之一 法拉欧指出 任何变异株 如果比先前的主要变异株更容易传播 肯定代表着威胁 因为它们会引起新的疫情浪潮 美联社在报道中指出 目前为止并没有有关新变异毒株的报告 但是北京当局曾被指责 未能及时在2019年年底 新冠病毒最初出现时 向世界作出通报或发出警报 此事至今依然让人记忆犹新 而且人们担心中共也许并未救病毒变异的状况 与世界其他国家分享相关数据 从而对新的变异毒株入侵 而造成疫情重新反弹 与飙升表示担忧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世卫组织需要更多有关中国疫情爆发严重程度的信息 特别是医院和重症监护室接诊病患的情况 才能对当前的状况做出全面的风险评估 意大利也传来最新消息 意大利总理乔治尼·梅洛尼当地时间29日宣布 到目前为止 在从中国抵达意大利的旅客身上 没有发现新的新冠病毒变种 意大利在2020年2月全球疫情爆发初期 是首个受病毒重创的欧洲国家 也是近期首个对来自中国的入境者 进行强制病毒测试的国家 中国房地产行业低迷 大中小城市房价连续多月下跌 继购房者断供后 楼市负资产问题也开始浮现 有购房者在微博发帖吐槽 在深圳的房子因为估价下跌 被当地银行追逃50万元人民币的估值差价 不足抵押物的价值 事件一经曝光立刻引发热议和购房者的恐慌 有评论指出 楼市负资产个案出现 与早前断供潮影响银行资金流有关 或将引发中国新一波与房地产相关的爆雷事件 自由亚洲报道 在微博拥有近300万粉丝的知名数码博主李灵杰 稍早前在微博发文表示 在深圳用贷款购买的房子 近期在银行重新评估房价后 因为估价下降被银行要求 按贷款合同支付估价差价 需要向银行支付50万元人民币 他还特别提到 以往房价普遍上涨 跟不能没人关注房价凭估价下跌 需要补交差价的条款 多家中国媒体都报道了李灵杰的遭遇 并尝试联络博主 但没有得到回应 有报道表示 采访北京三名银行业人士均说 从未遇到要求购房者 为房贷不足抵押物差价的情况 但有资深银行业人士补充 如果抵押物价值降低 不足于银行估价时 法律容许银行可要求贷款人提前部分还款 建议借款人因应实际情况 合理安排贷款金额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 名誉教研学人李兆波表示 李云杰的个案是典型不资产案例 这种情况对曾经经历过 多次金融风暴的香港人来说并不陌生 但中国在过去20年 经济和房价只是涨不跌 这种情况注定会对投资者带来新冲击 李昭波分析 中国大陆的人对负资产认知很薄弱 因为他们一直经历经济增长 没有预计房价会下跌 在经济状况好时 银行不会要求提早偿还贷款 这反映现在经济不好 贷款人措手不及 也显示情况很严重 相信其他问题会逐步浮现 经济学者司令表示 北上广深是中国的重要经济城市 对市场状况最为敏感 这个现象本身至少也说明 中国房地产泡沫 已经距离它破裂的那一天 又近了一点 断供是1.0板 现在负资产是2.0板 当时断供的时候 那些人很多是因为投资而断供 但现在哪怕是用来住的房子 都出现负资产 说明中国这个人民币未来 是长期表现不被市场看好 中国整个房地产企业 包括银行业的流动性危机 资金流断裂的情况 已经蔓延到了一个更深的程度 接下来将有更多的人群受到影响 资深财经评论人蔡胜坤也指出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问题 涉及个人质银行等各个层面 当局在出台新的法律或政策 也难以扭转房地产大势已去的局面 蔡胜坤表示 过去20年由中共当局 银行和房地产开发商联手 造成中国房价值涨不跌的神话破灭 会大大影响政府财政收入 中共官方再派更多学者唱好 也难以解决困局 随着中国新冠疫情的大爆发 一些国家纷纷宣布 对来自中国的旅客进行强制检测 欧盟委员会29日举行会谈 紧急讨论采取何种新措施 以应对北京当局 取消新冠疫情履行禁令的决定 德国之声报导 欧盟卫生总署表示 他正在开会讨论中国的新冠疫情状况 以及可能在27个成员国范围内 采取的协调措施 目前美国 日本 印度 韩国 台湾和意大利 都已宣布对所有来自中国的旅客 进行强制性新冠病毒测试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还表示 他期待并希望意大利政府的措施 能够在欧盟层面得到实施 另据报道 英国方面也透露考虑对中国入境旅客实施限制 英国交通部 内政部 以及卫生和社会福利部官员 将根据最新的情况做出评估 考虑是否对来自中国 六个直飞航班的入境者 实施额外防疫措施 旅游咨询公司 The PC Agency首席执行官查尔斯说 英国政府当初在新冠疫情初期 没有第一时间采取措施 导致疫情在英国蔓延而备受批评 这次英国政府不可避免要采取行动 目前尚未考虑对中国游客实施限制的国家 包括澳大利亚 德国和法国等国 尽管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 他已要求有关部门采取适当措施保护公民 但法国卫生官员表示 他们认为没有理由对旅客重新采取限制措施 德国宣布暂不打算对中国旅客实施限制 奥地利也表示 中国游客重返欧洲将会带来经济利益 尽管北京当局松绑重开边境 但最新调查显示 中美之间航班运力的增加 依然受到疫情防控措施的影响 据彭博社报道 根据中美在疫情期间达成的一项协议 美国的航空公司飞往中国的航班数量上受到限制 双方必须修改协议 以扩大在中国的航班数量 美联航发言人约书亚·佛里德 在一份电子邮件中表示 目前正在评估市场需求和运营环境 以确定何时 适合恢复飞往中国大陆的额外航班 美联航目前每周有四班 往返于旧金山和上海的航班 达美航空公司表示 目前没有任何变化 该航空公司一直运营 从底特律和西雅图飞往上海的航班 期间在韩国仁川机场驚停 美国航空集团公司 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该航空公司目前每周运营 两次从达拉斯莫斯堡国际机场 飞往上海并惊停首尔的航班 此外 全球航空公司对北京的重新开放 持谨慎态度 不愿立即更改航班时刻表 将飞机从其他航线转移 根据航空数据提供商的数据 与上周相比 本周可查到的1月2月和3月 飞往中国的定期航班 增加了不超过2.9% 每个月航班数量还不到100班次 而且越来越多的国家 对来自中国的旅客的防疫措施 也进一步限制了航班的增加 好了 以上是本期望违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T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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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